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也知道木星它是地球引力的14倍 然后我也希望美术馆能像木星的星球一样 它有很大的引力 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我们 我们自己定位当代的美术馆 就是当代的作品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会连接一些 就是亚洲当代的艺术家 来去做这些展览的呈现 那么我们做了这些连展 同时也是梳理了一个 我们当代的艺术的一个内容 这个内容其实它只是代表了一部分 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说 是个普及当代艺术知识 至少现在我们了解什么叫观念艺术 我们了解现在是观念的雕塑 还有就是什么的装置影像 这比较综合 它是综合了解当代艺术的一个窗口 至少我自己认为 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窗口 让大家可以走进当代艺术 这次的作品 我还是很多老师的作品 我觉得我还是蛮喜欢 我觉得这里呢 我很喜欢是随建国老师这个作品 那么它这个作品是叫空中的流星 流星花园的流星 因为它也是 我觉得就像木星 它本来就是一个星球 那么星球降落到木星 它是一个陨石 那么像在这个花园里的流星一样 那它相当于是 有个磁场有个能量在这里 所以我今天也会选择在这里 做一个这个背景 像邢丹文老师那个紫园生在此山中 大家都是看到有梅渣 搭建的一个装置 一个山水 那其实也给到我们很多的一些访思 就是我们在城市化进城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留意到我们的周边的一个改变 每年美术馆的运营就是三到四千万 是一个基本的数据 身边的好朋友就是一直在劝我说 要不你真的喜欢玩就玩个两三千平米 也不用那么大压力 但是呢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说 我们做一个美术馆 只是做一个普通的小馆就已经 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 好的展览呈现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件作品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随便一件作品在这 如果你如果只是一个小的空间去呈现它 它体谅不出来 它对那个艺术品的尊重 艺术品它就像一个佛教里面的雕像一样的 那么佛的硕像它是需要空间去呈现 我一直觉得美术馆它就是一个神庙 我们精神的一个神庙 虽然我们是个很简单的场馆 但是呢这次邀请他们来看了以后 他们也是挺感动的 很多建筑工人 就他们对自己建造的这个美术馆 他们是没有概念的 他不知道美术馆是用来干什么 只要这是泛画的地方 很多人建造完以后 就从来再也没有踏进过这些地方 我觉得墓行要做一个是要有温度的美术馆 我一直觉得就是艺术它是一个就是 任何人都有权去享受它 不是说它要拥有它 它就是一种审美的一个需求 它不分阶层 这是我收藏一个就是非洲的木雕 它是尼日利亚的一个祭司 女祭司 它上面放了药 是可以治病的 就像以前我们去拜佛 或者去祈福的时候 你拿点香灰 这个也类似这种 这个是我在武汉的一个旧货市场 收的一个观音的佛像 它是紫砂和佑混在一起 一个作品 估计是在民国初期或者清末晚期 我是很中和 我是觉得什么都好玩 就很有趣 然后我都会去关注它 这两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展览 这个展览已经在中国 已经做了八个展览了 就是在辽宁省博 湖北省博 南京博越 我会把拿破仑和我们中国的一个汉符 给它放在一起 为什么叫我要做当代馆呢 就是把传统文化的东西 进行当代的语言去做一些推广 我不会说因为这个东西 什么时候会升职 去购买这些东西 我是从家庭的摆设方面去觉得 这个东西放我们家哪个地方好看呢 这个东西是放在我桌子上好看 所以我就会去研究 这个里面的内容和故事 然后就是寻根问底 因为中国人搜查 就是为了那个价值的提升 而不是说 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你真正爱好搜查的人 你肯定会去了解这些知识 如果你真正进入了解的阶段 你会很忘我的 通过这个学习 你不一定说你得到这个东西 但是你会得到你的自治精神上的满足 而且我是从爱财的方面去收藏的 我觉得这个艺术家 他的创造力很好 他的想象力很好 他有没有可能做展览 有没有机会看到他的课长 我会有这种想法 就是分享 就是把这些作品可以分享给大家 真正的收藏 我还是建议就是当代的艺术 因为当代艺术有无限的可能 这个就是一名千村的品变作品 然后呢 这空间你可以无限的想象 刚刚出家的本人那些故事 就会觉得这次编织 这次编织是什么 这次编织是什么